全国职工总会发布报告 分享有关实行灵活工作安排的建议 报告提出三大原则 包括必须让员工清楚了解公司支持的灵活工作安排 协助雇主和工友实现双赢 而报告也强调公司领导层必须要有效调节员工的期望 职总发布报告就如何实现可持续灵活工作安排提出建议 包括审查灵活工作安排的可行范围和运营需求 并重新设计工作来有效应对需求 职总也建议企业通过投资新科技和软件来调整工作流程 另外职总也就实现双赢的可持续灵活工作安排提出三大原则 包括让员工能够更方便灵活的工作 管理层必须明确支持灵活工作安排 减少员工误以为企业不支持灵活工作安排 以及清楚告知员工有关公司的灵活工作安排选项 职总说实现灵活工作安排 不但能改善员工的工作和生活平衡 减少通勤等开销 也能让公司能够更好的留住人才 并招聘更多新人才 276 再见 256 10 15 15 16 11